评论运河总投资约727亿元 将于2026年底主体建成 可通行5000吨级船舶 目前土石方已开挖过半 投资额接近一半 各项建设进展顺利 对于这条运河 我想用三句话来介绍 一是一江春水向南流 广西水系发达 八成左右的水汇入西江后 向东奔流入海 评论运河 屁山开河 未来将向南入海 将从根本上改变广西领海 但没有江河 直接通航入海的现状 而是青州 易过 旺崇山 我国西南地区 群山密布 交通物流成本高 据测算 西南地区 货物经平路运河出海 比现行水运通道出海里程 缩短约560公里 运输时间和物流成本 有望降低 三是直挂云方 向沙海 我们同步规划建设 平路运河 经济带 促进石化化工 专备制造 金属新材料等 临港产业 急剧发展 运河建成后 5000吨级江海直达船 可从西江内河港口 直通我国沿海港口 和东南亚主要港口 更好联通国内 国际两个市场